今年5月份开始 我一共测评了13台7840U掌机 准确展说是测评了13台搭载了780M核显的掌机 我现在是看到7840U或是ROG掌机和拯救者掌机的ZE Xtreme就生理不适 终于终于 英特尔Coreo Ultra系列终于挤爆了它的牙膏 让我有了强烈的想做测评给大家看的欲望 今天的视频我回答详细对比Coreo Ultra 7155H与ZE Xtreme的游戏性能 本期赛演的演员都来自华硕 一台是搭载了ZE集成了780M核显的ROG掌机 另一台是搭载了最新的Coreo Ultra 7155H 集成了强大8XE核显的新款014 兄弟们注意一下 本期视频不是014的完整测评 只是针对二者游戏性能的对比测试 另外014内存容量为32G 且频率运行在7467MHz 而ROG掌机为16G 频率运行在6400MHz 可能会对游戏帧数有一定影响 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好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先来看看跑分情况 我分别使用了10W、15W、20W、28W 进行Time Spy跑分测试 在10W TDP下核显分数二者竟然相差不大 但CPU部分ZE要高出不少 在15W TDP下ZE则会全面领先 尤其是CPU部分分数会高出很多 在20W TDP下15H在GPU部分有大幅领先 但是CPU仍然不及ZE 而在28W下CPU差距会大幅缩小 15H在GPU部分会大幅领先 说实话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H系列会在20W以内全面罗拜 虽然CPU部分一直不敌ZE 但是20W TDP核显分数竟然还不错 28W的核显分数更是碾压ZE 这让我有点开始期待它的游戏性能了 我们先来看看压力较大的3A大作 在幻语大背后2中 将2的画质都设置成低画质预设 分辨率都设置在720P 所有设置选项完全一致 在相同场景下 设置28W TDP时 ZE要领先10帧左右 并且15H这边还出现了图形bug 果然英特尔驱动的噩梦还没有结束 在20W TDP 二者帧数差距则会扩大到接近20帧 而在15W TDP下 二者不仅帧数差距大 15H这边的振升的时间 真是一坨打变 唉 凑到这里我兴趣全无 可是电脑买都买了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测 兄弟们懂我意思吗 在2077中设置低画质预设 15H是开启英特尔超采样的平衡档 ZE则开启FSR的平衡档 二者分辨率都设置为1080P 无论是28W TDP还是20W TDP 15H这边的帧数都惨不忍睹 各位自己感受一下吧 在2D性能需求比较低的游戏中 如死亡细胞 将二者都设置到1080P分辨率 限制TDP为5W 可以看到15H的帧数要明显高于ZEE 但是帧生存时间崩溃 设置6W TDP2的帧数就相差不大了 但是155H还是败在了帧生存时间上 帧生存时间跟帧数一样重要 如果表现不好 会频繁出现画面卡顿的现象 游戏表现不怎么样 联奥十字的音质表现 还是让我忍不住与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尴尬了 跑分方面155H在20W以上领先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却败在驱动优化上 说实话我也不对他们的驱动优化抱有多大期望 毕竟两三年前英特尔也是败在驱动之上 另外这颗155H并被DRU在掌机上更为重要的低功耗下也发挥不出它的性能 但是Ultra U系列的核显相比H系列竟然是直接啃办的 性能肯定有大幅缩水 总之我是挺失望的 不过等Ultra DR系列有正极出来之后 我还是会为大家详细测试低功耗下的游戏性能 记得关注我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支持一下 我是凤凤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